各位好 今天是2023年3月12号星期天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一宁 与您一起点关香港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全国两会的消息 那继昨天决定了国务院总理人选之后 今天上午 14届全国人搭一次会议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 会议上午9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今天的全体会议应出席代表2977人 实际出席2946人 缺席31人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国务院总理李强提名的四名副总理全部当选 其中包括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 发改委前主任何立峰 前陕西省委书记刘国忠 以及前辽宁省委书记张国清 另外有五人当选国务委员 其中包括中央军委委员李尚福 公安部部长王小红 吴正龙 前贵州省委书记慎怡秦 以及外交部部长秦刚 当选副总理的丁薛祥是本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 他在中共19大之后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20大健身政治局常委 丁薛祥是工科出身 大学毕业后长期在上海工作 2013年丁薛祥到中央工作后曾经出席了不少和香港有关的会议 他最近一次来香港是在去年的6月底7月初 跟随习近平主席来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 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的就职典礼 当时习主席前往香港科学院考察 丁薛祥也是陪同在策 作为曾在上海材料研究所工作长达17年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相信丁薛祥也对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的进展颇为关注 那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后呢 除了国务院办公厅之外 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仍然是26个 这次有两个部门换帅 一个是安徽省委书记郑珊杰接替何立峰出任国家发改委主任 另一个是中央军委委员李尚福接替魏凤和出任国防部部长 其他部门的一把手都留任 我们发现这一届部长当中只有8个人是出生在1950年代 其他18名部长全部都是60后 年富力强 另外多数部长拥有博士高级工程师的身份 比如教育部部长怀敬鹏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为工学博士 工信部部长金壮龙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是经济学博士等等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 不少部长都和香港颇有渊源 比如外交部部长秦刚上个月28日 以事项方式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时 就在致辞中提到香港 他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 香港正处于游乱倒置走向游质极星的新阶段 中方将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保持香港繁荣稳定 而在去年8月呢 他在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也曾经表示 过去25年香港一国两制概括而言是成功的 而只要香港的一国两制成功 自然有助台湾同胞更好明白一国两制思考未来 那到今天为止呢 2023年的全国两会已经接近尾声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 加上中共二十大闭幕后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至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全部产生 习近平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李强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 赵乐际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王沪宁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 蔡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丁薛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 李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委书记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请关注点新闻网和点新闻APP 我们明天再见